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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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在畫面上看到一個像金屬的波 有些銀色,也有些像金黃色、啡色的 是什麽東西來的呢? 首先要問一下大家 可能在初中都會聽過一個常識 我們不同的金屬 有一種叫做不同的活潑程度 如果我將一些活潑的金屬放在水裡 它就會有化後作用 它就會出氫氣 我怎知道那些是氫氣 把火柴畫在旁邊 有一個輕微的爆炸 我就知道它出了氫氣 因為氫氣本身是一個很容易爆炸的氣體 尤其是周圍有氧氣圍著它 所以如果我將一堆活潑的金屬 放在水裡,甚至嚴重放在酸氣的時候 爆炸就會很精彩 但有些沒有活躍的金屬 例如貴重金屬 尤其是黃金、白金等 你要用水來想和它有化學作用 幾乎想都不用想 你就要找到那些氧化能力很高 或者酸度極高的液體 才能把貴重金屬和融液混在一起 而且還要放出氫氣 而且一下子不小心加熱 它會很容易還原成金屬 那這個叫做金屬的活潑罪 是我們在中學科學中 經常會討論到一個問題 現在畫面上看到這個題目 其實一樣很有趣 聽起來很悶 但其實它的結果 竟然發表到自然期刊 原來它也是把一些 我們平時以為 很簡單的中學級數 為何又要重做一次呢? 但竟然在這個重做過程中 和做少許的調節的情況之下 出現一些我們以前都沒有想到 完全沒有察覺到一些現象出來 而這些現象 往往是和一些 好像很極端的情況之下 才會出現到的一些表現 竟然可以在一個 這麼簡單的系統裡呈現出來 這裏就要提到水本身的性質 OK 我們現在 其實這一節的開頭 是專門說水和這些 活潑金屬之間的關係 如果平時把蠟 或者甲這些活潑程度 極高的金屬 扔進水 很容易爆出氫氣 現在在這個實驗裏 它就做另外一件事 它就擠了一小顆 這些蠟和甲的合金 這種合金 它是很容易用的液態呈現出來的 如果就這樣蠟和甲的金屬 它就是固體 但是你很容易把它拌出來 成為一個液體的合金 將它慢慢擠出來的時候 灑一些水氣在它周圍 就發現一個很特別的現象 原本的小小的金屬粒粒 你看回我頭頂上的圖 剛剛擠出來是小小粒的時候 是銀色的 但是擠多些 有些水氣在旁邊灑了水 你會發覺它就變黃、變橙、變啡了 就開始有些金黃色走出來 這件事其實就是這個發現裡面 原來看到最精彩的地方所在 就是什麼呢 就是它們發覺灑上去的那些水分 那一陣的水 基本上就叫金屬化了 金屬化了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它完全好像在化學上 擁有一種金屬的特性 這裡又要介紹一下 水本身這件事 金屬是導電的 水我們基本上就認為不導電的 尤其是如果你說的是蒸餾水 如果你是水 加了一些礦物鹽 加了一些雜質 它都會導電 那麼電阻大還是小 很視乎你加了多少這些雜質 但是基本上如果我們說水 尤其是普通的H2O 說的是普通的蒸餾水 基本上那個電阻很大 你當它是絕原體就可以了 但是我們相信 水其實 就是蒸餾水 在某一些特定情況之下 是可以變成導電 好像金屬一樣導電 就是什麼情況下呢? 就是你將它施加一個極大極大的壓力 譬如說壓力大到什麼程度呢? 就是比起海平面的壓力 還要大多4,800萬倍的時候 有人真的做過這個實驗 就是將這些普通的蒸餾水 壓到有成這個 好像普通水平面壓力的 4,800萬倍的時候 它就變成一種叫做Metalic Water 一種可以導電的水 其實它不是真的變成金屬元素 但是它擁有跟金屬元素一樣的導電特性 如果你可以設計一個實驗 來看看它這種能夠導電的高壓水 你看到它的樣子是怎樣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它直接像金屬一樣 好像一面鏡一樣反光 有人就會想 譬如說好像在天空上面 木星、土星等 這些中心的壓力這麼高的氣體行星 裡面究竟是怎樣的呢? 他們就由理論去推算 那些氫氣 在木星、土星這些這麼大型的系統 裡面的壓力極大 大多個地步就會能夠 將那些氫氣 都不要說水 只是氫氣 都壓到它可以有導電的性質 所以有個術語叫做Metalic Hydrogen 一種叫做金屬氫的狀態 我們在地面上的實驗 是極難極難才能做到的 但是如果我們能夠做到 其實最後我們會發覺 是大大能夠幫我們了解 天空上面很多星體 核心的狀況 尤其是這些木星、土星 它裡面不會進行核聚變 但是裡面也真的有很多高壓氫的狀況 我們就可以知道裡面發生什麼事 做到出來的時候 我們了解它的特性 甚至乎幫我們了解整個行星的特性 為什麼會是如此 甚至乎就是為什麼會有磁場 會不會都可以從這裡給出出來呢 我們很想透過一些地面 這些極端環境的實驗 幫我們知道一些天空上發生的事 原來不僅是氫 原來現在水我們都做得到 那你說為什麼這些在高壓的情況之下 會展現導電性呢 首先你想想 金屬自己本身的導電性是來自什麼呢 就是來自它那些金屬的元素 大家黏在一起的時候 它那些電子雲是互相混亂 於是乎形成一個很強勁的金屬的鍵 很固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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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上面的電子可以周圍 你去我家我去你家 於是乎就是變成一個 可以完全整個固定導電的狀態 這樣東西在很多的分子的溶液裡面 比如水裡面不是那麼容易的 就是這個H2O上面的電子 基本上就鎖在這個H2O上面了 它最多只能走到那邊 靠近其他就不是那麼容易 一個就跳到第二個 但是當你在這麼高壓的情況之下 就硬壓到它太近了 大家都可以很容易 由一個單位跳到旁邊的單位 就這樣的現象出來了 所以我們就由這個基本的化學 甚至量子力學的角度 就了解到這些這些金屬氫 或者是金屬的高壓的水 為什麼可以在高壓的情況之下 展現到金屬的特性 好了,跳回這個正題 現在原來我們有人發現到 只要,就算你不是給很高壓 但是你只需要在這些蒸餾水上面 加一些金屬元素 令它靠近一些金屬元素的時候 這些金屬元素就會帶卸到這些水 就擁有金屬的特性 那麼我們怎樣去看到呢 這個過程中 甚至乎用一眼都可以 可以在一個短片裏面追蹤到的 在開始 回到這個故事 開始這些這樣的甲銅的合金 慢慢地 液體地擠出來的時候 它未接觸到很多水 但是當有些水鋪在上面的時候 它就令到那股薄薄的這股水 就變成 直接吸引到那股薄薄的水 也有了這種金屬的特性 而這種擁有了金屬特性的這股薄薄的水 它就會變成一種 好像一個會反光的金屬一樣 而很特別 你也知道有些金屬是反射銀色的 即是普通的 好像一塊鏡一樣 看起來是銀色的 但有些金屬是金色的 譬如黃金就是這樣 譬如銅、鈴等 都會出了一些比較金黃色的 原來水在金屬化之後 擁有了金屬特性之後 它也是金黃色的 而這個金黃色 甚至乎我們可以慢慢地 用眼睛都可以捕捉到這種變化 一開始就純粹銀色 沒有什麼事情發生 但是當那些水 薄薄的水 多些也獲得這種金屬特性的時候 你就慢慢變成黃黃色 甚至乎更厲害的時候 就簡直變成啡色 所以這個顏色 只是來自金屬化的水 就不是原本裡面那些鈴和甲的合金 它就是銀色的 上面這個多餘的顏色 就是那些鋪上去的水 令到它有這樣的顏色 再撕大粒一點的時候 你會發覺那些水 已經是和金屬開始有化學反應了 於是乎最後 那些氫氣放出來 整顆東西就爆了 就會這樣 但是在短短一個這麼小的期間 它一直由那粒這麼小的合金的金屬 鋪了一層水之後 就令我們看到這個很有趣 將水突然之間擁有一個金屬的特性 的一個情況就看到出來 這件事平時我們沒有什麼留意的 因為以往我們那些初中做的實驗 就是將那粒金屬丟到大量的水 那個化學反應激烈到的地步 我們沒有辦法仔細看到這件事 在這個實驗設計上 我們是擠了一粒金屬出來的時候 灑少許的水氣 水比下去是很慢的 而且在周圍的環境 壓力是很低的 令到氫爆的反應 就盡量壓低了 於是這個金屬化的表現 就可以呈現出來了 試想一下 如果一粒金屬丟到水裡 就算在水裡產生了一層金屬化的水 我們看不到的 因為整個設置不方便 我們看這件事 但是往往就是 就是將實驗的設計改了一點 一個我們一向重複做了很多次 就是將這些活潑金屬和水混合的實驗 竟然呈現了一些很獨特的現象 那麼好了 這些獨特的現象 會不會又給我們一些新的啟示 譬如說 如果我們想製造一些 將一些物質金屬化的時候 會不會用這些實驗裝置 就會很容易呈現出來 就令到我們不需要 用一個很強硬的方法 將那些樣本用高壓 壓到很厲害的時候 才能夠展現到它的金屬性呢 那麼現在這個實驗又是 非常簡單 亦都是基於一些我們過往 很既定 很多既有認識的一個這樣的實驗 但是就讓我們發現到新的現象 所以就連這個自然期刊 都將它收錄了下來 那麼這一節還有少許的時間 我介紹多一件很特別的事情 又是簡單到不得了的 閃電的狀態 那麼閃電 你知道就是 天空上面 由它們本身的氣流 產生到那些電荷分布的差異 而這些差異往往大到的地步 可以產生到電場 就令到它們可以在空氣之中放電 於是一旦放電 就是閃電的現象 那麼我們看到 閃電給出來的就是 那個閃光 還有就是因為它有這麼高能量放出 令到那些氾氣和氧氣突然間都拆散了 於是乎 原本有些O2 一個普通的氧分子 可能會刺多了一粒氧 變成O3 變成臭氧分子 甚至乎有一些氾氣和氧氣的分子 就此結合了 也有變成氧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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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 這是在化學層面和普通電磁以外能理解到的事 但是 原來由太空總署告訴我們 閃電產生了一些更加威力強的事 我們就是很少留意的 就是加碼射線 所以我會這樣想 我这里很快地解释一下 正正在放电过程中 那么强大的电压差 也造就了一条通电的线路 在通电的线路里 也很鼓励自由电子 由一个地方涌到另一个地方 即是原本负电聚集的地方 涌到正电聚集的地方 整个电路就通了出来 这些电池突然之间被加速出发 走得非常之快 所以能量的能量级数 凡是有电荷加速 就会有电磁波的产生 而且电荷加速得越快 电磁波越厉害 现在能够厉害的加码射线 所以原来我们将加码射线探测 射上太空之后 除了计算到很多来自太空本身的加码射线之外 太空的加码射线就是来自很激烈的天文事件 可以是超新星爆发 可以是一些白矮星和白矮星的对撞 或者可以是黑洞和中子星的对撞 另外在地球本身的大气 原来都不停地产生加码射线 原来其中一个加码射线员就是行雷闪电 另外闪电引发行雷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 就不说了 但是引发加码射线的故事 这个故事未完 原来这个加码射线发出来之后 甚至乎激烈到一个地步 就好像在我们的粒子加速器里面发生的事 甚至令到真空都可以突然间产生一个正负的 物质与反物质的一对 就是一个带负电的电子和一个带正电的电子 就是一个反物质 突然间因为加码射线 加码射线之间的相互作用 就会产生出来 所以一次过原来在太空的层面 只是行雷闪电 我们在地面看到光、行雷 以及多了一些大气的臭氧等等其他化合物 但是在太空的角度可以看到的 就是在粒子的角度 出加码射线 甚至出到正物质、反物质 然后这样的过程 我们是会认识到的 所以你会发觉 这个天气的现象 放在太空上看 会变成一个天文的现象 那会不会我们有能力再认识到 就是在其他行星 甚至有很浓厚的大气 我们都知道的 譬如金星 甚至是木星也有它的行雷闪电 会不会也认识到 由它的行雷闪电 给出的加码射线信号呢? 现在我们的地球 画面上看到 就是我们有的卫星 基本上就会不停地 每三个小时 都很低轨道 围绕着地球转一转 就一直记录了很多次 就是将那个卫星周围方圆 800公里范围内的 那些闪电产生出来的加码射线 都记录了出来 那么累积多的结果 我们就会看到 就是那些图里面 看到的粉红色 那些这样的现象 这纯粹就是 带给大家听 这个行雷闪电 给出来的物理 那个复杂程度 就远比我们 一般想象中 就丰富 甚至是激烈 那我们这一节 来到这里 那我们下一节 再有其他内容 和大家介绍